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被称为悬伤导师的马来西亚拿督郑伯健 曾准确预言了2020年新冠病毒大爆发 3月21日他又上传了一个新的影片 为了防止敏感词的过滤 后面我们就将敏感词做一个替代 称为微苗,相信大家都会懂的 郑伯健上传了一个名为人类自我毁灭 微苗只是前奏的影片 获得网友高度的评价 网友称赞这是一个中肯智慧的劝告 更感谢郑伯健的预警 传播向善的力量 郑伯健说 如果病毒是武器 那么微苗就是分裂世界最强的核弹 微苗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 灾难即将来临 希望行恶者自求多福 郑伯健说 自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以来 全人类一人战战兢兢的 在这种新常态下挣扎求存 那么微苗的推出究竟是希望还是隐患呢 变种病毒会是挑战吗 微苗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阴谋 他说 截至3月14日 新冠肺炎造成全球的死亡人数高达264万人 纵使微苗已经开发并持续接种 世界依然面临着每日1万的新增死亡病例 由此可见 疫情仍然处于严峻的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 随着微苗接种持续的增加 即北半球开始回暖 基本公共卫生措施已奏效 即使出现变种的病毒毒株 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已一度减少16% 但是未来数月的疫情发展将极为关键 尤其是担心病毒的突变可能会扭转下跌趋势 郑伯健说 微苗是预防病毒的一个方式 他说 简单解释的话 就是在人体注射微苗以后 微苗会激发免疫细胞制造抗体 此外人体抗体还会衍生免疫记忆 当再接触同一种病毒时 就能迅速将其消灭 截至现在 全球已有3亿人接种新冠微苗 占总人口的3.8% 是全球确诊病例的2.5倍 世卫表示 全球至少有70%的人接种微苗 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 据报道 接种人数排前五名的国家是 美国 中国 英国 印度和巴西 达到全球接种人口的60% 在人口接种比例来看 以色列排名世界第一 占了97%的人口 目前 获批接种的微苗共有三大种类 第一种是最传统的灭活微苗 相比之下 其研发技术最为成熟 灭活微苗是将病毒进行灭活 同时保留病毒的免疫原性 使接种微苗产生免疫反应 郑伯健表示 3月份开始 疫情虽然已暂时缓和下来 或许大家会认为 大规模的微苗接种已开始奏效 但他再次提醒大家 疫情还没有结束 他说 今年的运势是山火壁挂 这个挂告诉我们 别被眼前的假象给误导 所见未必为真 不宜松懈 我们注定还要度过另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他预测说 疫情一直到明年2月以后 才能慢慢见到曙光 而且今年 疫情还会有再度大爆发的可能性 尤其是今年年尾到明年年初 更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郑伯健还说 今年的4月到6月份 将是大起大落的月份 已经很快解决的事情将会落空 世界看起来好像恢复了元气 许多行业也开始营业 经济和生活慢慢重回正轨 但是会有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 突发事件让人们的希望碰灭 所以他恳请全人类 一定要防备这个突发性的时段 他认为微苗的角色 已经不再是公共卫生和医疗问题 反倒是成为解决民生潦倒 社会动荡 国家经济 区域平衡等等问题的方法 而且 微苗已使人类的基本生存因素 受到挑战 根据统计 所有微苗在今年的生产总数 不到全球人口的一半 由此可见 即将爆发的新一轮世界竞争 不再是贸易战 不是5G科技战 不是资源战 而是微苗争夺战 目前 这个可控制人类未来命运的 微苗钥匙 只掌握在几个国家手中 他们大可用微苗作为政治统筹 拉拢 恐吓 威胁 各国加入自己的联盟 甚至打击敌对的国家 郑伯健推测 微苗战争已是暗流涌动 随时会一触即发 这种现象可追溯回 殖民时代的两极化 以前是通过武力 现在是利用微苗达到新殖民主义 世界在未来几年 会被瓜分为 异区和绿色区 拥有微苗的国家 会垄断和严控 微苗的输出量 给需要微苗的国家 进而遥控该国的资源 经济板块和国家利益 这种背后的阴谋 绝对是可恶的 应受到谴责和讨伐 郑伯健还说 今年的榴莲八字 也呈现了多重的暗和力量 抑郁更多的人 派系或国家 暗中合作 暗度陈仓 输送利益 背叛和欺骗将层出不穷 由于制造微苗 需要数百种原料 世界性大规模的 加速生产微苗 已经令供应链 面对严重的问题 郑伯健说 纷争会不断发生 令疫情雪上加霜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 有效的微苗 何时可以研发成功 何时可以公平分发 抗体是否足够抵抗病毒 日后是否会失效 会有更严重的副作用吗 许多决定 微苗接种策略的问题 尚未得到解答 这次人类本身 彻彻底底地当上了白老鼠 在病毒的伤害 与微苗可能的副作用之间 做一个选择 那是痛苦的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一个科技发达的现代世界 竟然抵不过一个病毒 文明的脆弱已展露无遗 人类依然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世界是斗场 而我们在做困兽之斗 同时 人类亲手毁了自然界 毁了其他生物链 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因此灾难即将来临 郑伯健也衷心地希望 行恶者自求多福 不管什么宗教 恳请大家 相信你心中的神 多聆听内心的声音 他会纠正你 人类需要走回正道 方可得救 郑伯健强调说 我没有反对接种微苗 但是我很担心 过于仓促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没有足够的几年时间 去完成临床试验 也对接种微苗 往后的负面反应一无所知 此外我相信 微苗制造国 为了自私的政治议程和竞争 或许会对微苗的副作用 或有效性有所隐瞒 最后 拿都呼吁 各国能将自身的利益 与纷争放下 面对这个属于全球的病毒 齐心共同抗争 分享完郑伯健的最新影片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阿南德在1月23日有关微苗的影片 阿南德对微苗的分析 与正不见的看法有许多相同之处 阿南德当时用土木相合的六个等级 对世界现状与未来做出了预测 阿南德说 2021年2月中 星球大游行 会对2021年有更大的影响 由于螺旋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世界状况会更差 可能预示着微苗带来的危害 和新的病毒株的爆发 阿南德说 2021年会每况愈下 但2022年会好转 阿南德提到的这一点 与正不见的最新预测 也是吻合的 正不见预测 疫情一直到明年2月以后 才能慢慢见到曙光 阿南德也提醒大家说 他认为微苗的研发时间太过于仓促 他觉得对世界而言 微苗将是个麻烦 而不是解决方案 阿南德说 微苗里有很多有毒的成分 神知道到底这些邪恶的人 在微苗里添加了什么 因此大家就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吧 这个是最重要的 阿南德还说 特别是针对那些参与制作 这种微苗的人员 在产业链中销售微苗的人 都会因为报应的原则 而受到严重惩罚 因为因果循环是最基本的自然法则 阿南德认为 微苗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不是出路 他认为每个接种微苗的人 也会有相应的报应 阿南德认为 2021年11月以后 才会看到疫情缓慢的好转迹象 到了2022年 我们才能看到减少病例的迹象 今天主要介绍了 郑伯剑与阿南德两位预言师 对微苗的看法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新的话题 感谢您的点赞 订阅 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感想 请给我们点评 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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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